哈嘍大家晚安 我是小編 那今天下午 今天早上啦 我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 怎麼樣來把這個水球啊 讓他丟的比較多一點 或者是比較有效率一點 在那個功率文章裡面也有寫得很清楚 不過稍早呢 我看到史晴老師他做的一個 影片 它透過模擬器的內建功能 讓丟水球的速度更快 那因為一般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 說法就是大家心得都是把水球 往下拉嘛 把這個水球往下拉 讓他去丟 那事實上這樣子的速度還不是最快的 你只要用模擬器的這個錄製功能去把它 速度 就是讓它連點的速度加快 它可以有更快的這個效果 好 你們現在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速度 大概一秒一顆 這個是 水球下拉的這個速度 那我們現在把它取消下拉 然後用我剛才已經錄製好的這個 呃 我剛已經錄製好的 快速快速鍵 我們現在來標 可以看到下面這邊他是連點的很快 然後水球丟出來的速度呢 不到一秒他就丟下一顆了 因為其實水球他本身的CD時間就 不到一秒 所以你可以丟更快的速度 好 那 下午有聽到有玩家說他們 大概兩個小時丟6000顆 那蛇群老師的這個方法 總共可以丟到 11000多顆 差很多 差很多 大概 這樣算起來的話大概差5000顆 那5000顆 打起來的話 這個冰棒就差很多了 好那 下面呢我會把蛇群老師影片的這個連 他那個教學影片的連結啊 把它貼上去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那喜歡的話也給大家按個讚 跟訂閱 蛇群老師每天都會直播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過去看一下 好那我是小編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